卵巢早衰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无精,妇科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卵巢早衰的话,说明是卵巢体内的残存卵泡数量逐渐的下降 那么外在的表现最主要就是表现在一个女性的月经的改变上 因为卵巢给女性提供的生理功能 第一个就是分泌女性的激素 第二个就是提供怀孕的种子 首先表现的就是一个卵巢周期的一个缩短 也就是说她提前进入到隔年期的那个状态 月经周期是会缩短的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 周期可能会慢慢拉长,周期不规律 如果说女性这个卵巢功能下降了以后 那么她分泌的女性激素,雌激素非常低 低次的话会出现一些隔年期类似的症状 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 首先当然是一个月经的改变,不来月经 那么同时伴有潮热出汗,脾气暴躁 进而这种情绪比较差的这些相应的症状 专家提示 一,卵巢早衰说明卵巢体内的卵抛 残存卵抛数量逐渐下降 二,主要表现在女性卵巢周期的缩短 月经周期缩短 三,随着时间的推移 周期可能会慢慢拉长和不规律 甚至不来月经 四,女性卵巢衰竭 卵巢功能下降以后 分泌的女性激素磁激素非常低 会出现类似刚年期的症状 五,月经的改变不来月经 同时伴有潮热,出汗,脾气暴躁 进而情绪比较差等相应的症状